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在日前指出 2019年7月是全球有記錄以來最炎熱的月份 而這也證實之前歐洲聯盟的觀測結果 美國國家海洋總署表示 與24季的均溫華氏60.4度相較起來 今年7月全球平均溫度高出華氏1.71度 寫下自1880年開始記錄以來7月的最高溫 記錄顯示 先前最熱的月份是2016年7月 今年7月也是連續第43個7月 以及連續第415個月高於全球均溫 由於7月通常是最熱的月份 氣象學家表示 這代表2019年7月也是過去140年來最熱的一個月 美國國家海洋總署說 10個最熱的7月中有9個出現在2005年之後 最近5年的7月名列高溫排行榜前5名 2005年開始記錄以來 阿拉斯加創下最熱的7月 此外 包括法國 比利時 德國在內的好幾個歐洲國家 紛紛締造高溫新記錄 非洲大陸也寫下歷來最酷熱的7月記錄 歐洲哥白尼氣候變化中心公布的衛星數據 也顯示今年7月是史上最熱的月份 另外 今年北極地區7月的海濱平均覆蓋範圍 創下有記錄以來最低 較平均值低19.8% 打破2012年出現最低記錄 南極海濱平均覆蓋範圍比1981年至2010年的平均值少了4.3% 也寫下41年記錄以來最低 而在北歐部分地區以及俄羅斯西部與東部 7月溫度則是下降 較平均值低至少華氏2.7度 中天中望 正理報導